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收看大家观战 来观战一把卡哥的前锋 遇到了小溪的爱哭鬼 看一下是成为小溪 从百星路上面的蓝路虎 还是助力猿 小溪现在99星 看一下上来第一波小铁 这边映入眼帘 应该是要抓小铁了 带一个闪现的爱哭鬼 应该不会选择去换 换其他节奏的 虽然说外面有一个相对来讲 好抓一点的油拆和先知 但上来直接撞脸的话 我觉得可以抓 真可以抓 这边来镜头给到小铁 看小铁能不能牵制起来 一个反板加速 小铁的话是带博命的 带了个博命 所以说这边没有翻窗加速 点位上面压住还行 选择算了 这个算了的话 就是这波算了 是一种什么 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妥协 就是因为你抓其他人 需要换一波节奏 你需要重新去 对吧 需要重新走一波距离 这个时间的话 对于爱哭鬼来讲 前期节奏就没那么好了 但是呢 如果说你遇到其他 就换节奏去抓其他人 但是不要抓起炎峰啊 就抓卡哥 就我觉得他这边 如果说换节奏去抓先知也好 抓油拆也好呢 相对来讲 保平的一个面可能会大一点 因为这两个角色的一个 二六能力没那么强 油拆的话相对来讲还会有一些 这边一打没打中 最终绕了一圈 还是来追小铁 那整个开局对于爱哭鬼来讲 是挺亏的 这开局外面还有之前知的鸟 这个鸟如果给的好挡掉一个闪现 这个就是穷者保平真剩了 因为他带的是闪现嘛 所以我当时觉得他这边 就算遇到了这个病患应该也是要抓的 他这边选择换了一手 是想去感觉可能是想打个出气不易吧 这个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这边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换节奏什么的 找到先知抓先知 或者找到油拆抓油拆 都蛮好的 可以保平的 但是由于前期第一波慢了嘛 真剩的面并不大了 选者这里可以前后第一波就完以后 第二波就不来就三人开门战给你打了 现在这个击倒时间偏慢了 这个击倒时间的话 前锋一救 然后最好是前锋给前锋套鸟 让前锋无双把人救下来 时间拖了差不多 然后前锋无双救下来 然后第二波还是前锋来救 这样的话机子应该是有机会能点亮 我们看一下机子 这里机子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先知才修完以后 去补剩余的遗产机 其实机子是够的 这边鸟 鸟那么给鸟 鸟鸟 前锋也不叫 救下来 无双救下来 咖哥 拦路虎 咖哥 这波会回身拉球撞也不完 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时候就是 小铁随便你牵制 你能玩多久玩多久 你玩不了 没关系 我们这边 咖哥 有鸟有球 再救一波就行了 这样就应该是一个 去上四人开门战了 当然我觉得 其实鸟 当然我觉得 其实这个鸟呢 如果说 提前给前锋 会更好一点 这波给小铁呢 就相当于 有点拼的意思了 有点赌的意思了 那这样是选择 让前锋来补鸡子 其实我 这个安排的话呢 我觉得 不是特别的我 就我想象当中 当时的就是 满血前锋带球 对吧 我可以在旁边OB 甚至我只是单纯的OB而已 对吧 消耗你的技能 吓唬吓唬你 拖拖你时间 更多的就是我下一波 就是直接救就好了 救下来 然后帮忙扛到什么的 拖一拖 其实机子也够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小夕 我们机会保平啊 蓝路虎 咖哥这边的话 机子已经修到了 67%了 这里需要一朵火 一朵神火 把人给秒了 秒不掉的话 应该要亮 秒不掉的话 应该是 也不是亮 应该是压好了 压好了 压好了 闪现30秒 有直接点亮 这个点亮的很无奈 这个点亮的话 对于爱哭鬼来讲 这边就比较难打了 他如果说当时能一火先秒了 你再点亮 那么等一个CD再一火秒了 然后还得不挂 我觉得还得不挂传送才有可能保平 这边的话已经是交闪了 已经交球了 意味着已经出门了 三跑有了 还是前期的一个开局差了一点 确实开局他遇到的两个人 是最不想抓的这两个人 对吧 还是这两个对吧 非常有名的职业选手 开局决定了 他这局的一个走向 就并不是特别好 然后后续的话 也没有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能打出一个翻盘的点 那就最后是个私人开门战 私人开门战 穷者这波亮机亮的也确实很好 就没有给到消息任何的机会了 好的 本期频道这边就结束了 感到是个门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